斗刀牛橙子的芯片Manga开镜拍摄已经十天 今日在媒体探班时 女主角客家艳首次公开亮相 而两位重量级演员阮景天和赵又廷 也是以华衬衫的狂野造型登场 令人眼前一亮 这部青春动作片还网络了方向 黄邓辉 超级偶像出身的蔡昌县以及陈汉点等 来往上面 赵又廷舍弃英雄当痞子 而阮景天则是直接剃成和尚头 彻底的和自己以往绅士帅哥形象说了拜拜 小天笑颜这样的发型不算陌生 服装也很能够启发戏感 整体来说还算舒服 只是由于拍戏强度太大 十天之内小天全身就已经是赏痕累累 厨型对我来讲其实不太陌生 因为大早之前斗哥的戏肯定天气请我也剃过一次了 然后剃的头对我来讲很舒服 然后穿这样的衣服我觉得有一种启动的功能 就每次当穿上戏服的时候就有种戏感会跑到自己身上来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衣服对我来讲 很舒服了 自己也很习惯了 如延的皮子英雄之后赵又廷人气飙升 代言不断 现在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新人王 但演艺圈中是非多 早前他在采访中讲到软晶天时 似乎对于他的性格颇有微词 今日张又廷通过镜头澄清 其实自己的意思是担心小天过于直爽的个性 反而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个可能就是又是自己在表达能力不是很清楚吧 就我主要想要说的是我非常欣赏小天很直爽的个性 然后呃只是担心他就是这么直爽这么做自己 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人不了解 那也不是一个缺点啦 就是这是我讲的话 那可能就变成这样 对啊这就是我传简讯给你说 诶诶这个啊 对 他传这个传简讯给我啊 对啊